板桥江翠北侧重化区新大楼林立 新住户在入住之后啊 人口激增交通量也跟着变多了 不过呢板桥的香舍里里长就发现 重要干到香舍一路却没有三色耗制 就怕未来车祸频繁发生 经过交通局人员的会刊 表示会尽速评估并且设置减速装置 周遭处立了几栋新大楼 还有许多空地等着开发 这里是板桥江翠北侧的重化区 香舍里里长说随着大楼完工 增加将近四百户住户 因此车流量也跟着变多 不过香舍一路的交通号制却没有调整 是有就是要换它的流量跟事故啊 我们刚才其实有大概看一下 就是前后面 其实像那个号制啊 我们可能也把它就是把它开起来 就是让车子就是停下来 再开 这样子车速会比较慢 此外里长也说 香舍一路是相当重要的交通干道 上下班时间车流量庞大 以目前的交通号制规划 难保不会发生交通意外 经过会刊 交通局人员表示 会立即评估交通号制的调整方式 达到提醒驾驶人减速的目的 我们会在永翠路跟香舍一路这边 就是这个这个号制 我们就会开启三色运作 让这边的车速可以依据号制来行驶 会变比较慢 然后会跟前面板城路 跟香舍一路的号制 也会做一些就是联动的 因为交通局他这边 是说这边车流量还不足 然后所以目前先以前方的号制 先把它开 把它三色号制打开 然后再来观察看看 看后续是不是 这个问题有改善 那我们服务处这边 也会极力再去争取 赶紧把这边的号制设立起来 因为我们刚刚这样子 会刊的过程中 他所有的车流量 其实也蛮大的 迪长认为板桥江彩北侧重划区 在人口急剧成长之下 交通号制也应该跟着调整 才能提早预防车祸发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